这节课呢 我们直接从一个简单的项目开始 快速的去掌握UNIAP的一些基础的语法 因为UNIAP是使用VIL.js来开发的 所以呢 这里UNIAP和VIL我们放在一起来讲 两者呢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 那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是VUE中的一些语法在我们UNIAP中是不支持的 之后呢 我们会在课程中去跟大家讲哪些语法 我们具体的不支持 首先我们先用上节课我们已经创建好的项目 我们不用去管我们的manifest.json是做什么的 也不用去管我们的pages.json是做什么的 下面这些文件我们暂且不去考虑 我们直接从我们默认的一个index页面开始 index页面呢 这是我们默认的一个入口页面 它呢 在我们的pages.json的一个页面配置里面去已经注册好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拿来用 这个页面呢 我们会有单独的课程去跟大家解释啊 具体的我们应该要怎么去配置 同学们不用去管 我们直接来写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可以 首先呢 我们先打开我们的index.json 我们把这些内容我们先删一下 这里呢 我们写个hello uni app 下面的内容呢 我们也全部删掉 我们不要包括我们的样式 全部清理一下 我们保存之后 上节课我们讲如何去运行我们的项目 简单的方式呢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按钮 然后点击我们的一个chrome运行 这样就可以编译到我们的浏览器中 去运行我们的项目 方便我们快速的去查看效果 我们的项目运行起来之后呢 我们切换到一个移动端的一个预览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当前呢 我们的hello uni app 已经正常的去输出到我们的控制台了 说明我们的项目运行是正常的 然后呢 我们来梳理一下 我们今天都有哪些知识点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学习的是一个模板语法 第二个呢 我们学习的是一个数据绑定 第三个呢 条件判断 第四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列表渲染 然后呢 我们会学习一下我们的一个基础组件的使用 然后是4定义 组件的一个使用 我们这里只讲一个简单的使用就可以 第七个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个基础API的用法 第八个呢 我们具体的讲一下条件编译 最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页面布局 这些呢 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知识点 我们从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开始讲 两个呢 我们可以在一起去讲解一下 那什么是模板语法跟数据保定呢 首先呢 我们要了解我们当前的一个UNIAPP 不管是UNIAPP还是小程序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VOE 我们全部是属于一个数据驱动的 那么我们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在这里 DATA 它是做什么的呢 它是我们的一个初始化数据 方法 当然啊 我们也可以这样写 这样写 当然也是可以的 不过我们为什么不建议这么写 因为如果我们直接以一个对象的方式 去直接写我们的数据的话 那样呢 我们当关闭页面 再打开页面的话 我们的变量不会被初始化 也就是说会保留我们上次的一个变量值 这样呢 可能会不利于我们的一个使用和开发 它是保留上次的变量值 不会被初始化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建议直接以对象的形式 去使用我们的一个初始化数据方法 我们把它写成一个方法 然后去return我们的一个数据 这样呢 就可以保证我们每次进入页面 我们的一个变量值都会去刷新 重新去初始化 这样呢 不会被我们之前的值所影响 所以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去return我们的一个初始化数据 我们在这里写一个title 我们叫hellouniapp 我们去写了一个title的变量 然后呢 我们给它负一个值叫hellouniapp 这里多了个a 然后呢 我们希望在我们的页面里面 去显示当前的一个title 那么我们呢 只需要在我们的页面里 去绑定我们的title 我们怎么做 首先我们需要两个大括号 两个大括号表示呢 是我们的变量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变量 放到两个大括号里面 这样呢 就完成了我们的一个数据绑定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数据会正常的去渲染到 我们的页面当中 这两种大括号的写法呢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模板写法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渲染之后的一个样子 看我们的hellouniapp是正常渲染出来的 然后这时呢 我们去改变我们的一个值 我是一个被修改过的值 现在我们来保存 去看我们的一个页面 长什么样子 现在我们的值呢 就被正确的去渲染到我们的页面上面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绑定 数据绑定呢 就是把我们在script标签里面 data中去声明的变量 然后去渲染到我们的页面中 我们的页面会正常的去渲染我们的变量 为正常的值 这就是呢 数据绑定的一个过程 是不是很简单 当然现在我们的模板语法肯定不止当前的这一种啊 我们还会有很多 比如说动态去修改我们标签上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class啊 我们怎么去写呢 VGANBOUND 然后是一个class 在我们的页面号里面呢 去写我们的一个变量值就可以 如果说当前我们有一个类名 叫classname classname是什么呢 active 我们保存 现在我们把当前这个类名呢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面 需要注意的是 它跟小程序不一样的是 我们上面渲染是没有大括号的 在小程序里面 我们可能需要这样写 它表示一个变量 但是在UNIAP或VAL中呢 我们前缀注意 有一个VGANBOUND的冒号 这是我们VUE的一个指令啊 就表示当前的class呢 是一个动态的class 我们直接写我们的变量名 这样呢 它就会识别当前是一个正常动态添加进来的一个class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阴命 现在我们去检查一下我们的元素 可以看到当前class呢 去给我们添加了一个active的一个类 同时呢 我们怎么去表达我们的一个事件呢 事件最简单的方式是VGANO 然后冒号 冒号什么呢 可以去写我们的事件名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点击事件 等于一个后面直接写我们的一个方法名就可以 比如说open open我们怎么定义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script的标签下面 有一个method 这里面呢 是写我们所有的方法 全都要写在这里 跟小程序的区别呢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把我们的一个事件写到最外面 外面呢 是一些生命周期或者一些处理函数 我们才会写到method的外面 比如说呢 watch 我们去今天我们值的一个变化 我们需要写在这里 像open呢 这种我们私定义的事件 私定义的方法 我们把它写到我们的method里面 然后是一个函数的方式 我们在这里直接打一个日志 我们叫console log 我们叫我被点击了 这样呢 就会成功的出发我们的一个open事件 open是在我们标签上面 VGANON CLICK去定义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页面中 我们点console我们的控制台 清理一下 当我们点击这句话的时候呢 就会触发我们刚才绑定的一个点击事件 我们点击这样呢 就会输出我被点击了 我们在open中打印的一个日志 就会被正常输出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事件绑定 以上呢 这些全部属于我们的一个模板语法 像上面的一些一个title呢 还有一个classname呢 这属于我们的一个数据绑定 如果这时候我们要去做一个动态的数据绑定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像之前小程序课程中 我们讲过想让它去做一个两秒的刷新 也就是说我们的初始值title是一个被修改的值 然后两秒之后呢 我们把它改成一个 我们怎么去做 同样呢 我们先给它一个setTimeout 给它一个两秒的时间 两秒之后呢 我们去给它的值 去变一下 在小程序中 我们去修改我们data中的值的话 我们是这样写的 我们先给它 再次点 setData 然后去修改我们的title 是什么呢 hello uniapp 是不是这样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我们去修改一个值 很麻烦啊 我们要写一个函数 然后去给它传一个参数 参数呢 是我们的一个值 这样写起来 是不是很啰嗦 很麻烦 那么我们在uniapp中呢 直接使用了uni的一个语法 我们直接用this this当前指向的是我们will的一个实例啊 所以在我们实例中 可以直接取到data中的一些字段 比如说title 我们直接this.title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hellouniapp 这样的话 就可以完成我们的一个动态数据绑定 我们保存一下 这样两秒以后 我们就会变化 我们来看页面 我们刷新一下 现在显示是一个被修改的值 两秒之后变成hellouniapp 说明我们的绑定是正常的 在uniapp中呢 动态绑定就是如此的简单 同样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title再变一个值 现在open里面 我们去点击的时候啊 不是把定了一个点击事件吗 我们在点击的时候 我们希望它的值变化 而不是去输出 我们把这句话复制下来 把我们的值直接变成我被点击了 我们的concert也留着吧 现在在我们去点击当前的一句话的时候 同时会输出这句话 然后并且把我们的内容改变成 我被点击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页面 首先两秒之后它的值会变 变完之后呢 我们去点击一下当前的这句话 点击之后 这里输出我被点击了 同时呢 我们的内容也被替换成我被点击了 在uniapp中去实现这些啊 就是这么的简单 没有任何的难度 相对于小程序来说 我们会方便很多 同时呢 在这里我们动态绑定的时候呢 我们不需要去写这么长的指令 我们可以把v-bond直接删掉 我们保留一个冒号 冒号呢 就表示我们当前的一个v-bond的一个简写 我们这里可以正常的去输出 同时呢 我们的点击事件也不用v-on 这么繁琐 我们把它删掉 我们用at一个at符去替换 我们保存 我们在这里写一下 v-bond 对应的是什么呢 对应的简写是一个冒号 然后v-on对应的一个简写呢 是我们的一个at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就简单很多呢 然后同时我们再来回到我们的页面 然后我们看一下两秒之后改变 点击文字改变 同时都会生效 也就是说我们的简写指令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基本上呢 我们的模板语法 然后还有我们的数据绑定的基础 就讲完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用法 同时呢 还会有很多比较高级的用法 我们在之后的实战课程中呢 会结合实际的情况 去跟大家讲解我们的一个模板语法 比如说我们动态的类 我们可以写成一个数组 或者写成一个对象的形式 这些呢 我们都会跟大家详细的去解释 这些课呢 只是带大家速通我们的一个基础语法 让大家大概的去了解 我们的uniapp呢 都有哪些内容 在我们的本节课呢 学到这个程度 就已经是完成任务了 我们带着更多的疑问 比如说我们的class动态绑定 我们有什么更高级的语法 带着像这种疑问呢 在我们的实战课中 你会慢慢的发现 它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方式方法